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海 我现在在我家的屋里面 看看我的家 这几天呢 我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因为我这个月母 他可别不是那个摔舌了吗 摔舌了以后吧 他今后呢有可能就是 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家这个房子吧 他是楼房吗 这个楼房在我们这个当地 春天和秋天的两个季节的时候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嘛 他不供暖了 不供暖了以后吧 这个房子呢 他就是有点凉 有点发潮 所以说的话 那个昨天和宋姐商量完了 完了他说再把这个房子卖了 然后我们再买一个房子 我在这个房子 是我 是我2000年的时候买的 那个时候花了8000块钱 8000块钱买完这房子以后吧 完了又简单装修一下 因为我是2003年解脱婚嘛 完了又装修了一下了 当时花了有两万多块钱 就是全西亚现在花了不到三万块钱 现在算算在这已经住了 有 有 有17年了 那个有20年了 重买房子 所以说下回再换完房子 就是基本上该住到退休了 现在一说把想把这房子卖了 这个心里面还有点 还有点钱舍不得呢 咱们先看看就我家是什么样的啊 这个就是凉台 我们这边这个做饭呢 全在这个这个凉台里做 这个就是厨房 这个应该是餐厅 吃饭的桌子 就是吃饭的桌子 完了从这个门进来以后吧 这个门就是 就是往单元出去的一个门 这个门进来以后呢 进来以后啊 对了的地方呢 就是厕所 完了往左面呢 就是这个吃饭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餐厅 然后往右面呢 就是一个客厅 完了再往前走呢 这边呢 就是我岳母住的屋 这个屋以前是我住的 完了再往这边呢 就是宋姐的屋 现在我们三个人 一个人一个屋 宋姐他在这屋 我在那屋沙发住 完了这个 这个吧就委屈间了 这个宋姐为什么 要我上沙发上住呢 他不要我 他不要我就在这个床上住呢 因为啊 在这个东北地区啊 这个男的要是出来 出外面挣不来钱 你就只能在沙发住了 所以说我也挣不来钱 这个地方就是我随着的地方 咱们现在这个屋里拍完了 我让大家呀 再上我家这个这个楼的外面 这个前后左右 咱们再看一下 拍这个视频也是留一个纪念 咱们现在出去啊 开门 我家是个一楼 这个就是单元的门 再开一开 往下面吧 就是储藏室 东北叫长房吗 一家一个 这个就是我家 咱们再上后面看看 风寡的真大呀 这个季节啊 一般到五月份呢 暖气就就挺暖了 挺暖以后 把屋里就开始凉上了 也到六月中学 往南出风南了 屋里面温度才能好一点 这全是木材 这个就是我家后窗户 这个 这两个窗户就都是 它这个 这个楼啊 是一户两个窗户 一户两个窗户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明天呢 上我准备新买的房子去看看 看看跟这个房子 有没有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不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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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